这个问题在小编看来魏延就是个低配版失败了的董卓 在蜀汉阵营苦熬多年 终于把自己害怕的人都熬死了 最后一个他害怕的人诸葛亮也死了 他觉得这蜀汉就该轮到他来专权了 结果没想到诸葛亮的安排是杨仪率军退回成都 魏延负责断后 魏延当然不服 所以魏延趁着杨仪还没有拔营后撤的时候 自己先率本部人马 拔营难归 上表给蜀汉朝廷说 杨仪要造反 但他所过之处烧绝阁道 就是说他自己过去之后就破坏道路 不让杨仪以最快速度追上自己 他想干什么呢 他一直自视甚高 自从五虎上将都死了 刘备死了 诸葛亮也死了 他觉得蜀汉就没人能治得了他了 他只要率军回到成都 成都留守的将领和军队没人是他的对手 他就可以顺利接管蜀汉政权 把持蜀汉朝政 也学曹操司马懿的样子 先当权臣 然后逐步篡位 最不济 只要他率军回到成都 他觉得自己军事水平比蜀汉当时剩下的人都高 根本不把本人放在眼里 即使他灭不了别人 蜀汉政权也会乱起来 他就有机会乱中举世 蜀汉朝廷当然也很清楚 魏延是什么意思 所以朝廷派蒋婉率军赴南北行 就是说蒋婉率留守成都的宿卫部队北上 准备迎击魏延 至少可以先阻挡魏延的归路 等杨仪率军归来 前后夹击可以击败魏延 魏延没有想到 杨仪在知道魏延已经拔营南走之后 迅速拔营南撤 魏延烧绝阁道 杨仪就查山通道 昼夜兼城 才在南谷口追上了魏延 魏延还想拒险自首 潜军逆击杨仪 结果镇前一喊话魏延部下都跑了 魏延成了孤家寡人 只好和他儿子前行跑往汉中 杨仪又派马带追击 侵斩了魏延 那么魏延既然决定了要造反 为什么不投奔曹魏呢 原因很简单 这时候他就算投奔曹魏 不过就是给个地方郡守之类 低微不可能像他在蜀汉这样崇高 而他自己私自率军南撤的目的 本身是要夺取蜀汉朝廷的控制权 继承诸葛亮 在蜀汉的权力 总揽内外军政大权 但是魏延显然高估了自己 低估了蜀汉政权的稳定性 他率本部人马南撤 在南谷口和杨仪军对阵 别人在阵前一喊话 做了点思想政治工作 他手下人马就做鸟兽散了 说明他的本部人马 本来对他个人的忠诚度也是非常有限的 更多的还是忠于蜀汉朝廷 作为征战多年的杀长老将 而且一直已有谋略自负 自视甚高 连本部人马都控制不住 不能得其死力 居然也想在蜀汉当董卓 魏延也是太没有自知之明了 此外有人说诸葛亮临死前的安排 并不是要杀魏延 这就属于胡说了 诸葛亮明显是已经意识到魏延 可能会不服从命令 所以提前做了安排 三国志卫言传记载 修亮并困 秘语常使扬移 司马费一 护君将为等坐深末之后 退君节度 令言断后 将为此知 若言或不从命 君便自发 亮世足 秘不发丧 以令一网揣言一旨 言曰 丞相虽亡 无字健在 父亲官属 便可将丧还藏 无字当旅诸君鸡贼 云何以一人 此费天下之事邪 且未言何人 当为阳以所不乐 坐断后将呼 因与一共作刑流部分 零一首书与己联名 告下诸将 一代言曰 当卫君 还谢阳常使 常使闻立 西更君士 必不为命言 一出门 持马而去 严巡回 追之以不及已 年遣人颤一等 遂是欲暗量成规 诸赢向侧引君还 诸葛亮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时候 卫言驻君在外 诸葛亮的意思是 先通知卫言 按照统一计划 退回成都 如果卫言不肯退走 那么阳仪 费一 将为旧帅主力部队 自行出发 把卫言扔在前线 既然按照诸葛亮一命 是要全军退回蜀汉的 而且已经有了安排 卫言如果不服从命令 就意味着造反 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时候是在前线 如果蜀汉自己内乱起来 当然只会有利于 对面的曹卫和司马尼 参考李自成和吴三贵 在山海关大战 多尔滚帅清军来捡便宜 就可以想到是什么结果了 所以诸葛亮这个 安排的意思就是 两海相权取其轻 如果卫言真打算这么干 也不要在前线 就和卫言直接火拼 这样就会将全军 都置于危险之中 相比较而言 扔下卫言 杨仪等人 帅主力撤退 至少可以保全 大部分主力部队 这很显然是一个 老城持重的安排 卫言分可能 又要说诸葛亮保守了 卫言转右说 初 蒋婉帅速为朱盈赴南北行 杭树实里 言死问之乃玄 原言亦不北将位 而南海者 丹玉除杀以等 平日朱将素不同 既时论必当以带量 本旨如此 不便被判 卫略约 诸葛亮并 威言等云 我知死后 但仅自始 甚物赴来也 灵言设行己事 逆吃丧去 言遂逆之 行至包口 乃发丧 量长使阳仪 素语言不合 见言设行君事 居为所害 乃张言言 欲举重北赴 岁绿其重公言 言本无此心 不战君走 追而杀之 陈松之以 为此盖敌国传闻之言 不得与本传争审 这个说法 显然很可疑 连裴松之 都看不下去了 特意反驳了 这种来自敌国的传闻记录 当然不可能 比蜀国本国的记载 更可靠 既然诸葛亮在死前 已有妥善安排 而且连行军顺序 都安排好了 那么诸将当然应当 按照他的一命执行 先率军安全返回成都 再从长计议 诸葛亮对蜀汉的重要性 是不言而喻的 他一死 蜀汉人心动摇 是必然出现的局面 这时候 自然要先返回国内 保证国内安定 供固根本 这时候魏严 却不肯按照 诸葛亮的安排执行 既不肯为全军断后 又想着夺取兵权 统领全军 无论他的本意 只是杀杨仪 还是真要造反 这个行动在性质上 都是毫无疑问的造反 不是造反 你一个前线将领 突然领兵直奔都城 你想干什么